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iOS 16.1 这个版本是在今天凌晨才开放更新的 这次有很多让人非常期待的新功能 像是iCloud共享图库 电量百分比终于开放 给更多小机型使用了 另外还用即时动态等等的新功能 但其实我个人更期待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修复 像是耗电量 或者是网络收信的修正 尤其最近有iPhone 14 Pro这个网络的问题 真的让我非常的头痛 所以希望在这一版有所改善 好啦那第一个我们要来讲的就是 电量百分比终于开放了更多的小机型了 之前我们都非常担心 会不会只有大机型可以使用 因为毕竟小萤幕要塞进那个电量百分比 会变得非常的小难以阅读 但是最后证明就是 他们来不及跟着iOS 16一起发布就是了 所以才拖到现在的iOS 16.1 那这一次更新可以开始使用 电量百分比的机型 分别有11、10R、12mini跟13mini 都可以开始使用了 所以这次更新结束之后 所有可以使用的机型 包含有iPhone X跟XS 以后的机型都是可以使用的 它电池百分比的部分 这次还有另外一个更新 就是现在电池的这个图示 会依照你的百分比慢慢的递减 那在更新之前 它是只会显示这个数字 但是它的电池 不会像之前的版本就是慢慢的减少 然后会导致我们 就是有一种错觉 就是我们电量还很多 那更新完之后 我们应该会更好的判断 我们的电量现在有多少 而不是只靠数字 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大更新 就是现在更换主画面桌布 终于更方便了 之前真的超级不方便 就是你一定要先设定完锁定画面 才能去设定主画面桌布 首先在设定主画面桌布的这个界面 你点进去 不管你是要新增或者是修改这个桌布 它都会直接跳出锁定画面 或是主画面两个画面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挑一个来修改 那同样的在设定里面的背景图片 这个选项 现在变成一套一套的这个背景图片组合 然后你可以左右滑动去看说 你现在有哪一些组合 如果你想要更改其中一个主画面桌布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按自定 所以这样子就是可以非常一目了然 然后快速的去设定你现在的桌布 这样 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iCloud共享图库的功能 要打开这个设定 首先我们进到设定里面 然后点击你的这个Apple ID 接着点到iCloud里面 然后下面有个照片 有没有点进去之后 下面你就会看到共享图库这个设定的界面了 设定完共享图库之后 你就可以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这个图库 然后你可以一起加入照片 共同编辑删除以及下载 那这个共享图库里面的照片 都会跟你现在现有手机里面照片全部都混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你跟你的亲朋好友要传照片的时候 就不用有AirDrop或者是LINE来传照片了 你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而且有了这个功能之后 在相机的界面上面也会有共享图库的这个按钮 就是你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存到这个共享图库里面了 那我现在想到比较可行的用法 应该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就共同建立一个iCloud的图库 旅游结束下载完之后再把它删掉吗 那下一个我们来讲的新功能就是 iOS 16.1可以暂停iPhone 14 Pro系列的动态导显示 之前有非常多人都一直在问我说 这个动态导可不可以停用呢 答案是不行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暂停是只能暂停一下下 就是我们知道这动态导上面 可以同时存在很多个小小的这个动态嘛 例如说你今天同时在倒数计时 然后又同时在听音乐的话 它上面是会显示两个图示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暂停这个动态导的显示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往左滑或往右滑 那其中一个就会消失这样子 那如果你想要让它再次出现的话 你就往反方向滑一下它就会再次出现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为了要解决 如果你今天是有同时很多App都开着的话 你要怎样去分配上面动态导要出现哪些 我觉得应该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下一个26.1的更新 就是现在终于可以删除钱包这个App 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在用钱包或是Apple Pay的话 这个App是可以删除的 除了钱包之外 现在还有很多其他内建App都是可以删除的 例如说时钟或是健康等等的 如果你没有用到的话 就可以长按它直接删掉 好那下一个新功能我们要讲到就是截图的修整 之前我们截图完毕 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编辑的话 当你按完成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占满整个视窗的表单 那它现在就是改成左上角的一个小小的表单 就不会遮到很多画面 我觉得这样子的设定是还蛮合理的 但我个人其实还蛮希望说这个截图可以设定成一次性的设定 例如说我就是固定要存到相簿 或者是我固定要把它复制到我剪贴布上面 然后例如说我长按之后才会出现这个表单 我觉得这样的设定会还蛮不错的 再来这次iOS 16.1也开放了即时动态的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在动态导或者是锁定画面 直接看到APP里面的最新动态 例如说Wibert Eats的外送进度 或者是比赛实况分数等等的 过这个部分还是要等APP进行优化我们才能够使用 所以非常期待这些APP之后开放的成果 好的那这一次的更新主要就是这些 那其实有一些美国开放功能 台湾是没有的 例如说它有一个非常酷的什么绿能充电 它的英文叫做Clean Energy Charging 它跟最佳化充电模式有一点相似 据称它会学习你的充电模式 然后让你的用电是比较干净的 它会依照你的地区去分配这样 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 然后最后结论就是我们这一版iOS 16.1 它的电量跟收讯是还要再观察的 因为我上一部影片不是有跟大家说 我更新到iOS 16.0.3 然后我发现它的耗电还是蛮严重 然后收讯也没有改善这样 所以如果大家对目前的版本的电量 还有收讯还有任何疑虑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 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样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还有任何的更新或者是后续 我有测到一些什么收讯之类的问题的话 也会再跟大家回报 那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集中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